工程员一字排开接力缠绕 要完成这六股便得纯手工慢慢来 出动30名人力拉紧缆绳绳 即使用铜锤将钢线敲进凹槽内 十只毫里插之分毫 任何步骤都马虎不得 因为这条缆绳可是扛起猫缆 安全营运的重要关键 猫缆继2021年换缆后首度减缆 老师动众修剪缆缆绳 正因为营运过程中 缆线会因为重力拉扯而变长 多出来的长度过长的话 就可能导致缆车强制停机 特地请到原厂技师从巴西飞来 捡一次缆得烧掉480万 不过以后观光客回流 猫缆营收不成问题 还要再创高峰 为了迎接春节人潮 猫缆更是时隔8年多 让缆车穿上新衣 工人拿着喷枪火烤撕下车贴 从车窗到车身无意不漏 再用美工刀割除多余残焦 贴上新车贴得用刮刀跟火烤一起伺候 让超Q麻吉猫充斥车厢的里里外外 陪伴旅客度过搭乘时光 我们这是总共更新的132台 距离上次大概已经经过了8年多了 因为大家知道说来搭乘缆车都是 爸爸妈妈带小孩过来坐 所以一般来讲他们很喜欢 不管是Catty猫还是Machi猫 他们都很喜欢 新的一年初一到初三猫缆送幸福 财神也不定时出没东远站发糖果 希望来走春的旅客都能贾弟弟贵好你 明镜王孟正美谭俊豪台北报道